时值初秋 暑热尚未退去 在山西省新州市宁武县海拔2800米的广层山上 万年冰冻吸引着不少游客到访 冰冻形成于新生代第四冰川期 距今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9月18日 沿着万年冰冻前向下延伸的台阶 记者走入这座万年不化的水晶宫殿 冰冻洞口前的石阶上绿草成荫 步入洞口 气温骤降 马上进入到一片冰的世界 像在那个中文浪马峰一年四季的煎冰不化 它那个地方就属于永久冻土城 我们这个地方是以我们本地的环境 根本构不成结冰 我们冻内一年四季却结冰不化 宁武的万年冰冻其实是冬暖夏凉 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冻外的温度 可以达到零上二十多度 我们冻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零下四度左右 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冻外的温度 可以最低的可以降到零下三十多度 但是我们冻内的温度始终保持在零下四到零下六摄氏度 万年冰冻它就是一个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 万年冰冻内搭设有木阶 沿着木阶行走 冰柱 冰帘 冰铺 冰笋 冰花 冰葡萄 琳琅满目 这些神奇的天宫之作随着灯光变化 美轮美幻 冰冻枪体巨大 基本成垂直筒状 现已开发近百米 越往深处 结冰越厚 且结冰期主要在夏季 冬季则是消融期 令人惊奇的是 在距离冰冻南面约400米处 却有一座活火山 据史料记载 这里的火山从宋代就开始燃烧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沿着这一带山岭 有五座火山熊熊燃烧 火区直径十几米 周围是滚烫的沙石 赤土 寸草不生 我们的天年地火不是火山喷发 它是属于煤炭自然 就是说千百年来我们就是说在万年冰冻阳面 这一片这个煤炭 它含流量比较大 它只要这个煤层很薄 一见阳光的话 它就是因为流根这个太阳的这个光学反应 它就自然了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地质奇观 专家们的看法不一 有冰川运动说 空气对流说 地热负异常说 自身形状说等等 至今未达成统一意见 根据我们开发万年冰冻的时候 请了中科学地质研究所的专家 形成原因就是说本身它这个 我们现在万年冰冻就是一山一伙嘛 可能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千年地火的原因 把这个地质地贸结构改变了 才形成在一块可以战结冰的环境 其他的也有好多这个科学家 现在也都来探过密 说这个万年冰冻的形成也众说蜂拥啊 现在就是我们还在不断探讨 还在不断探索